受到台風、海培殘餘相關低壓槽的影響 珠江口一帶在昨晚入夜之後 逐漸受到大雨的影響 本港出現了廣泛地區的水浸 公共交通是嚴重的受阻 天文台在昨晚大約11時 發出今年首個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其後雨勢來得很急及很大 天文台錄得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 一小時的雨量最高紀錄 為了確保市民及公共安全 在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期間 行政長官在今早凌晨大約1時半 發出了社交平台的貼文 指出政府正在全力應對多區的水浸情況 其後政府在大約2時半發出了新聞稿 交代各個部門的應對工作 並且宣布在早上6時之前 會公佈今天是否需要停工停貨 經過審視整體情況之後 政府先在今早的大約5時半 作出了極端情況的公佈 有關的情況至少維持到中午 勞工署亦都大約在7時中 交代了極端情況之下的工作安排 隨後為了市民安全起見 政府再在11時前宣布延長極端情況 至至至少下午6時 10時15時至18時半 經檢視目前的天氣 市面的情況 以及各個相關部門及機構 向我們提供的情況 報告之後 我在這裏宣布 極端的情況的情況 會繼續延長 至至少維持到今晚的午夜12時 而即使天文台如果稍後改掛紅色、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甚至取消所有暴雨警告的信號 在極端情況仍然存在的期間 那個工作安排仍然等同8號風球生效的時候的工作安排 政府是會繼續密切審視天氣、道路和公共交通服務的情況 我們今晚大約9點至10點左右 會再公佈進一步的安排 希望廣大的市民留意最新的消息 由於今次是第一次作出極端情況的公佈 我明白到有些市民對有關的情況之下的工作安排 還有一些疑問 政府也已經通過新聞稿 詳細有所交代 簡單來說 在極端情況存在的期間的工作安排 其實是等同8號風球警告生效時候的情況 換言之 除了和僱主就極端情況存在的期間 有訂立返回工作地點上班的協定的必要人員之外 僱員應該留在原來的地點或者安全地點 就不要啟程上班 因應這一次突如其來的暴雨 在多區造成的嚴重水浸 各個相關部門都是通宵工作 不眠不休 全力地應對 由我領導的跨部門督道委員會 聯同保安局局下的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 是負責督道和協調各個方面的應急和救援工作 而渠務署、路政署、民政事務總署等等相關部門 亦都是設夜全力以赴、採取應對的行動 並且前往受影響的地區處理各種情況 各個相關政府部門和機構會繼續全力做好 應急和善後的工作 讓市民盡快回復正常的生活 主要是有任務的 要不然 也有任務的 可以任務的 可以